朱婷侃24分难救主!瓦基福银行客场惜败莫斯科!近四强前景不容乐观! 北京时间3月14日凌晨,2018-2019赛季欧洲冠军杯女排联赛四分之一决赛进行了首回合较量,瓦基福银行对客场以2比3赋予俄罗斯莫斯科队,无局的比分为25-20,23-25,23-25,25-21,13-15。 朱婷得到24分。 瓦基福银行首发阵容位,主公朱婷、罗宾逊、副公泽赫拉、拉西奇、接应斯洛特耶斯、二传奥兹巴伊、自由人奥格。 莫斯科队首发阵容位,主公哈维尔科娃、谢尔班、副公费蒂索娃、柳布什金纳、接应钢查罗娃、二传奥格涅诺维奇、自由人拉伊夫斯卡亚。 首局双方争夺,战成10平。 朱婷拍新得分,则赫拉发球,谢尔班失误,瓦基福16-13领先。 此后斯洛特耶斯拦住钢查洛娃的强攻,钢查洛娃一攻下球,斯洛特耶斯强攻打手出界,19-16。 朱婷一攻快速下球,23-20。 朱婷反击强攻斜线打中,奥兹巴伊发球得分,瓦基福以25-20取胜。 第二局瓦基福引行接连失误,对方以7-4领先。 朱婷二号位直线强攻过轮,罗宾去拦住柳布什金纳的贝菲,6-7。 此后朱婷开往强攻贝兰,接着他扣球出界,对方以13-9领先。 朱婷四接自扣,小血线打中管轮,双方接连发球失误,对方以16-13领先。 拉西齐发球,切尔班失误,14-16。 此后朱婷后三打中,则赫拉拦住刚查洛娃的进攻,17-18。 朱婷进攻被拦,对方以20-17领先。 耶斯进攻得手,拉西齐发球得分,朱婷发球制造探头,耶斯扣中,瓦基辅追成22-23。 刚查洛娃一攻下球,耶斯进攻还以颜色,刚查后攻打中,莫斯科以25-23颁回一局。 第三局阿克曼换下则赫拉,双方争夺激烈,战成9平,此后莫斯科对进攻打得顺手,以15-13领先。 朱婷强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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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23平。 哈维尔科瓦一攻打中,耶斯后二出界,莫斯科以25比23再胜一局。 第四局阿克曼拦住对方快攻,朱婷拦住刚查的进攻,瓦基辅9-6领先。 此后朱婷推空当得分,奥兹八一发球得分,朱婷和拉西其双眼拦住刚查的后攻,13-8。 此后耶斯后攻得手,费燕索瓦扣球不过往,16-10。 阿克曼拦住谢尔班的进攻,瓦基辅以19-12领先。 朱婷四接自扣,一攻打中,22-14。 对方在17-24落后的情况下连追4分,罗宾逊反击打手出界,瓦基辅以25比21取胜。 。 决胜局朱婷发球得分,二平。 罗宾逊进攻得手,朱婷发球制造探头,拉西其扣中,朱婷发球直接得分,哈维尔科瓦失误,瓦基辅5-2领先。 罗宾逊一攻打中,朱婷自己防守起球后自己后三扣中,阿克曼拦住刚查的后攻,8-3。 。 对方换回谢尔班,他进攻得手,罗宾逊扣球出界,随后罗宾逊一传失误,耶斯一攻出界,对方追成7-8。 。 朱婷四接自扣,后三打手出界,成功过轮,9-7。朱婷再次后三扣中,10-7。 。 阿克曼拦住刚查后2,11-7。 耶斯发球失误,罗宾逊反击被拦,朱婷后三被拦,随后他一传失误,哈瓦反击得分,对方12-11反超。 。 朱婷反击打中,13平。 刚查一攻打中,朱婷进攻被拦,对方以15-13取胜。 朱婷得到24分,斯洛特耶斯26分,刚查洛瓦得到26分。 。 北京时间下周四凌晨,瓦基辅将在主场迎战莫斯科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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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